有人说,婚姻是女人的第二次生命,在婚姻中得到爱的滋润,和在婚姻里被消耗的女人,过着截然不同的人生。 女星陈书芳怎么也没有想到,自己会因为错信和错爱他人,让自己痛苦了大半辈子,以至于七十岁才摆脱魔爪。 我非常后悔当初的选择,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,我一定会比现在要好很多。 这是老戏谷陈书芳在接受采访时说的最多的一句话。 谈及过往的婚姻,陈书芳一脸黯然神伤地表示自己只想安安稳稳地过完余生。 如今年纪大了,慢慢看开了,对感情也不再抱任何的期望了。 那么,老戏谷陈书芳究竟经历了什么? 她为何说自己七十岁才摆脱丈夫的魔爪呢? 听娱乐八卦聊明星故事,就在娱乐摆小生。 今天,我们就来聊聊陈书芳。 1940年,陈书芳出生在台湾的贫民窟,在那个特殊的年代,很多人都吃不饱穿不暖,陈书芳也不例外。 陈家一贫如喜,家境贫寒,父母重男轻女认为读那么多书没有用, 还不如早点打工,补贴家用,或者嫁人换彩礼。 陈书芳并不想那么早就嫁人,她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,出人头地,摆脱这样贫困的日子。 所以,宁愿辍学打工,也不愿意婚姻被包办,嫁给素未蒙面的人。 上天给你关了一扇门,就会给你开一扇窗。 虽然陈书芳的日子过得很艰苦,但好在她自小长得美丽可人, 美貌应该算是她唯一能拿得出手的闪光点了。 18岁那年,陈书芳出落的婷婷玉丽,外形条件出众的她,在朋友的劝说下,跑去试镜当演员。 在那时候,没有学历,又没有一技之长,想出人头地,简直就是难如登天。 如果有幸被选中当演员,那就多了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。 好在,陈书芳得到了幸运女神的眷顾,成功脱颖而出,成为一名演员, 其实也是从群演做起。 因为不是科班出身,又没有后台,对陈书芳来说,能被选中当群演,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了。 就这样,陈书芳开始接触演戏,时常演一些没有台词的甲乙丙丁,或者当背景板。 为了能有所突破,陈书芳比很多演员都要努力和敬业。 她曾经不顾疼痛,剧掉自己的三颗门牙,只为真实呈现角色讲话漏风的状态。 然而,因为遇人不输,遭人侵害,陈书芳断送了自己前半生的幸福, 让好不容易好转的命运再次发生了改变。 二十岁出头的时候,陈书芳因机缘巧合认识了一个顽固子弟, 那人家境优越,花名在外,对陈书芳一见钟情,随即展开了猛烈的追求。 陈书芳打算和那名顽固子弟说清楚,彻底斩断他的念想, 可让陈书芳万万没想到的是,在他摊牌之后,顽固子弟竟然恼羞成怒,用计占有了他。 在那个年代,贞洁对女人来说,比任何东西都重要, 可想而知,失去最宝贵的东西,陈书芳有多难过和害怕。 乌露偏逢连夜雨,不久后,陈书芳竟然发现自己,竟然怀孕了。 万念俱灰的他,想到结束自己的生命,希望用死来洗刷自己的罪孽, 好在被亲友及时发现救了回来,并且顽固子弟的原配找上了门。 对方原配表示,自己已经听说了这件事情, 希望陈书芳能把孩子生下来,并嫁过去当小妾。 当时,外面传了很多流言蜚语,让陈家饱受争议, 在众人的舆论,以及当时传统理念思想的促使下。 陈书芳最终还是选择嫁过去当小妾,嫁给了失害者。 这样煎熬的日子,一过就是十几年,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, 随着时间的累积,陈书芳终于爆发了, 她再也忍受不了这样的生活,决定离开。 于是乎,陈书芳的第一段婚姻,在维持了十几年后,彻底结束了, 因为两人之间没有爱情,丈夫也没有阻止她离开。 直到这一刻,陈书芳仿佛重获新生, 她后悔自己没有早点离开,更后悔当初被舆论影响。 嫁给失害者,如果能重新来过,她一定不会重蹈覆辙。 结束了第一段婚姻的陈书芳,享受着久违的自由, 同时也想要追求真正的爱情, 希望能尽快从上一段犹如噩梦的婚姻中走出来。 当然了,追求爱情的时候,也得有面包才行, 陈书芳重新进入娱乐圈,但因为娱乐圈新人辈出, 已经没有她的立足之地,她的行情,连群演都不如。 可就算生活再困难,也得继续前进不是吗? 想到这里,陈书芳放宽心态,决定顺其自然。 有了好心态加成,陈书芳在不久后便遇到了自己的第二任丈夫。 1980年,40岁的陈书芳邂后了一名外国男子, 那名男子比陈书芳年纪稍长,风度翩翩,谈吐不凡。 可以说,她既有着西方男子的风度和浪漫, 又有着东方男子的温柔与体贴, 一举一动都令陈书芳悸动不已。 两人相见恨晚,相谈甚欢, 很快就坠入了爱河, 陈书芳觉得,她就是自己追逐的爱情, 是对的那个人。 相恋仅一年,两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事, 在国外结了婚,陈书芳也开始了自己的第二段婚姻。 陈书芳以为,自己找到了真爱, 终于可以过上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了。 殊不知,这竟是噩梦的开始。 结婚之后,陈书芳并没有迎来想象中的幸福生活, 相反的是,她发现外国丈夫的控制欲很强。 陈书芳第二任丈夫的控制欲强到什么程度呢? 刚开始的时候, 丈夫要求陈书芳不管去哪, 或者做什么事情, 都要跟她汇报。 如果丈夫不同意, 陈书芳就不能做, 没有一点自主选择权。 到了后来, 丈夫的控制欲越来越严重, 甚至到了病态的地步, 她严格禁止陈书芳出门交友, 也禁止她和外界联系, 就连和亲友联系也不行。 好不容易才逃离第一任丈夫, 享受到久违的自由, 现在又遭到第二任丈夫控制。 陈书芳怎么可能屈服? 陈书芳趁丈夫不在家的时候逃跑过, 可心门都被反锁了, 她根本逃不出去。 陈书芳也在丈夫面前据礼礼争过, 但每次换来的都是一顿毒打。 哪怕在为丈夫生了孩子之后, 这种情况依旧没有好转, 陈书芳像一个失去自由的囚犯, 任人宰割。 本来陈书芳都已经放弃了, 觉得人生已经失去希望了, 但好友的出现拯救了她。 原来, 陈书芳以前的好友很久联系不上她, 心里十分着急, 好友借着来到国外出差的机会, 到陈书芳给的地址打算探望她, 结果发现了陈书芳被关在家里。 在好友的帮助下, 陈书芳逃了出来, 逃离了那个关着她的牢笼, 逃离了生活数年的恶魔之家, 回到了中国。 外国丈夫知道陈书芳逃跑后, 虽然很生气, 但也无可奈何, 因为距离甚远, 她不可能来中国抓妻。 回到中国的时候, 陈书芳已经年过六旬, 她不再年轻, 也不敢再相信爱情, 于是便把心思寄托在拍戏上, 填补缺席多年的演员梦。 这些年来, 陈书芳一直活跃在演艺圈, 她演的都是一些婆婆或者妈妈之类的角色。 据了解, 陈书芳曾在台湾龙卷风中饰演黄国阿满, 之后又在真情满天下扮演了性格鲜明的林曾宝珠, 在太拿下父母心里出演一幕, 让她收获了国民最强阿妈的称号, 受到当时不少观众的欢迎。 2020年, 陈书芳更是凭借孤魏拿下了金马影后, 被称为敬业的老戏骨, 可以说大气晚成, 年老才成名。 如果她没有遇人不输, 接连遭到两人丈夫迫害的话, 也许她会年少成名。 真的很心痛也很可惜, 她遇到了两个渣男, 断送了自己一生的幸福。 演艺事业有了新突破的陈书芳, 心里一直有个疙瘩存在, 她想结束和第二任丈夫的婚姻关系。 对她来说, 离婚才算是真正的脱离魔爪, 回归自由之身。 于是, 在70岁那年, 陈书芳在亲友的陪同下, 到了国外和第二任丈夫离婚。 用她的话来说, 她终于真正地摆脱了魔爪。 如今, 陈书芳已经82岁了, 虽然年事已高, 但仍然坚持拍戏, 因为现在的她只想安心拍戏, 安稳度过余生。 在活动现场, 陈书芳称, 虽然现在有很多工作, 但自己不会去特地计算自己损失多少, 又赚了多少钱, 只要剩下的钱够用在告别式上就好。 紧接着, 陈书芳更是自曝, 现在仍在租房独居, 怕和孩子们住在一起打扰到他们。 即便如此, 陈书芳也从未想过买房。 如今, 陈书芳仍是截然一身, 对于她而言租房生活或许才更加方便, 不工作的时候就在家休息, 日子潇洒十足。 虽然陈书芳已经八十多岁了, 但她的经历和状态不输一些中年人。 近日, 陈书芳在社交平台透露自己的身体状况, 称自己心跳一度停止了14秒。 当她紧急前往医院时, 被医生告知是心律不齐, 并为之植入心律调节器。 不得不说, 陈书芳出现这样的身体状况, 的确是令人担心, 好在她心态不错, 并称此次是给心脏装入了电池, 身体会很快好起来的。 据悉, 陈书芳不止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了, 她就因心脏问题做了手术, 被医生建议休息到年底, 工作量也需减少到以往的四分之一。 为了不让大家担心, 陈书芳晒出了出席活动的近照, 并且称自己现在已经出院返家休息了, 身体目前还在休养中。 其实, 陈书芳曾谈论过生死问题, 她认为这是人生的必经路, 不需要畏惧, 一定要走得漂亮。 这也能看出她淡然的心态。 不管如何, 希望陈书芳能身体健康, 也希望她能安享晚年, 不要再过度劳累自己了。 这里是娱乐白小生, 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所有内容, 喜欢视频, 别忘记点赞关注, 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的留言, 我们下期再见。